楊岳喬言 楊岳喬言 大kk 桃包總額是事實 每年我們差不多要倒錢落海 正如剛才說 除了وا11年我們用足8億倍額之外 其餘每年我們也是用多了 我們也是用少了 而那些錢是倒了落海的 這些都是事實 06年6億倒了落海 07年3億多倒了落海 08年5億 09年3億 10年5億 一一年只不過是說少一點 0.08億 即是說八百多萬 一二年四億多 一三年將近十億 一四年四點六億 一五年二點七億 說的全部都是實實在在 白花化的銀子全部都倒進去 政府叫我們沉迷賭博就等於賭錢落海 實際上我們亂用水亦都等於 亂買水亦都等於賭錢落海 主席 其實這一類型的 今天我們講的這個題目 其他的那些討論點 我們其他的議員同事已經有所討論 我反而想希望我們今天的辯論 應該嘗試用另一個角度去討論一下這個題目 包括什麼呢 正如剛才柳葉強議員都說了 其實這些水資源是很緊張的 國家的其他省市都是在增相用的 對啦 我們正正作為祖國的一份子 我相信民建聯的議員必然同意 我們要為祖國分憂 既然要為祖國分憂 為何我們不想一下用其他的方法去折省用水呢 為何我們還要繼續死抱著統包總額方法呢 我都想不明白 我相信民建聯的議員也都應該會同意 我們要想一下 怎樣可以長遠為東江水 可以配給其他省市 讓他們不用憂慮做一些事情 而這一樣 就應該我們今天作為香港立法會議員 應該要做的 就是為香港長遠用水策略要思考一下 我們的政府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也都應該 要為我們這個城市長遠繼續運作下去 要有所思考 這個是什麼呢 主席 就是自給自足 而這件事本身是任何負責任的城市和政府 都應該要思考一個大方向 正正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和其他省市分憂 我們就應該要想一下我們應該怎樣做 而這個怎樣做呢 可以有幾個方法的 第一當然就是要改變統包總額 應該是按量收費 而按量收費之下 用得越多收得越貴 而這樣就要促成一個誘因 讓我們的市民和我們的政府 一起去折省用水 因為現時大家都知道 我是不是都要花這麼多錢 而過去十年的經驗看得到 我們是有水淨的 那我們又怎麼可能會省到水呢 主席 我們如果能夠提出誘因 透過實際的方法去鼓勵市民省水的話 不單止省了香港人的河包 也都為祖國省了些水 讓其他省市可以好好地用 這個不是一舉兩得嗎 同一時間 主席 我們也都應該要考慮一下 仿效其他的地區 包括新加坡在內 要考慮一下我們能不能夠脫離這種 只是依賴單一水源 因為現在香港正在說的 超過八成的用水是來自東江的 當遇到旱災的時候 不單止在香港會遇到困難 實際上我們可以幻想 這個符合邏輯的主席 就是地理上如果當香港出現旱災 其實廣東省難度 又能夠獨善其身嗎 沒有可能的 那就是說當廣東省遇到旱災的時候 東江必然是遇到旱災 如果東江的水情是緊張的時候 它又如何能夠符合到其他省市的要求呢 既然是這樣 我們應該要微雨籌謀 其實就等於買保險的主席 我們沒有可能 我們是買一份和自己不合適的需要的保險的 微雨籌籌是需要的 微雨籌籌是應該根據自身的需要去準備定 而這個準備是什麼呢 就是要自給自足 這個自給自足應該要仿效的 就好像新加坡一樣 過往新加坡長年是依賴馬來西亞供水 但是現時新加坡已經有兩間的可水化碳狀 可以應付全國25%的用水量 再加上再生水和其他雜水設施的輔助 新加坡外購水已經由過去的超過七成 減到現在少於一半 你看一看 當新加坡能夠做到這樣的時候 你想想 他們都不需要為馬來西亞分憂 他們是為自己的 我們香港多一重責任 為香港人分憂之餘 為祖國分憂 我相信黃定光議員在一陣發言的時候 必然同意 而同一時間 我們亦都要考慮的就是 當出現罕災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有方法有準備 甚至如果我們的水夠的話 我們賣回去給祖國 其他省市 這個是不是更加好 更加應該值得考慮呢 主席 所以我相信 今天這個題目 毛孟靜議員提出的這個題目 是非常有見識性 亦都能夠為香港長遠做一個準備 這個才是作為香港人應該要盡的責任 亦都是如建制派的同事說 我們為祖國的一分子應該要出一分力 希望建制派的同事能夠支持毛孟靜議員的動議 多謝主席